哈喽各位书迷朋友们 这里是吃饭写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宠老河 拿好手机跟着老河一起来盘一盘吧 上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了玄幻小说八大奇兽榜 这期视频小编要和大家聊聊玄幻小说八大灵丹榜 看看都有哪些吧 第八位分手丹 来自尔根的小说一念永恒 分手丹的功效就是让人分手 使人倾心寡欲 白小纯被自己的两个红颜知己 用自己炼制的发情丹推倒 所以才突发奇想创造了分手丹 后来与北脉的云雷子对战的时候发挥了倾效 克制了云雷子的一体双生的逆天功法 第七位碧穴穷玉丹 来自梦入神机的小说龙虎 碧穴穷玉丹是以埋藏在地底数万年的碧穴穷玉为原材料 经过数十年的熬练 在浮以灵气培养数十年 所形成的灵丹 浮用后能够使自身骨骼逐渐愈化 坚韧无比 如果是倒进八辫三味争活的人得到 可以直接把琉璃玉身中的玉骨炼好 第六位丹塔老祖 来自天残土豆的小说豆魄苍穷 丹塔老祖的本体是变异的九品玄丹 能够化身成人形 拥有着跟人类一样的智商 有着六星斗圣的修为 连魂天地都感觉心动 第五位乾坤造化丹 来自唐家三少的小说绝世堂门 乾坤造化丹是冰火两一眼的仙草精华炼制成的灵丹 只要吃三分之一的丹药 就能够让超级豆螺跨过了封号豆螺最大的门槛 直接成为极限斗螺 由于时间的关系 玄幻小说八大灵丹榜的另外四名 将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灵丹能夺得榜首呢